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 2006年在日本举行的汤姆斯杯羽毛球大赛的第二阶段 男子四分之一的比赛是中国队同英格兰队进行交互 大家看到的这是这场比赛的当值裁判 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特地邀请了中国羽毛球队的领队 李卫国先生和我一起在东京体育馆的现场为大家解说 那么从今天开始参加汤姆斯杯和尤娃杯比赛的各个队伍 都已经从仙台遗失到了东京 从今天开始是进行第二阶段 也就是淘汰赛 中国队今天的对手是英格兰队 然后在中国队所在的这个上半区呢 等一会儿在日本时间14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3点 印度尼西亚队将和日本队进行对阵 中国队英格兰队 印度尼西亚队和日本队 这两场比赛的胜队将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那么在下半区呢 是丹麦队和印度队争夺半决赛权 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争夺半决赛权 这是中国运动员的这个 在现场观看的这个席位 另外尤娃杯的比赛呢 中国队现在是在另外一个第三场地上 对手是新加坡队 中国香港队和德国队 在第四场地进行交锋 这样这两场比赛的胜队 就是女子呢将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女子的另外四支队伍是 日本对荷兰 中国台北对韩国 现在我们先请中国羽毛球队的领队李维国先生呢 先把中国队今天五场比赛的出场的这个情况呢 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今天担任第一单打的是林丹 第二场是男子双打 这个蔡云和傅海峰 是出任第一第一双 包春来是第二单 陈金是第三单 郑波和郭志明 郑波和谢忠博 是第二双 好 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 我们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中国队出任第一单打的是林丹 这是来自福建龙岩的选手 22岁 身高1米78 看他屏幕上打的是1米76 他的对手是英格兰队的第一单打 史密斯·安德雷 林丹把球挑到后场 控制底线 上网搓一拍 史密斯准备反手一个勾队脚线 结果球打到界外 这场比赛由于刚刚开始 我们还是先前李维格领队 先把中国队和英格兰的实力对比 以及最近一两年交手的情况 以及对方主力队员的一些情况 也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也是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来观看比赛 英格兰队是欧洲一致强队 从近两年的这个 选手之间的这种 在大赛当中 比赛当中的一些对阵情况来看 中国队是明显占了上风 特别是在男子单打方面 我们除了知道就是 英格兰队的一队 混合双打的好手 也是他们单子双打的 罗伯特 因为这一次呢 在英联邦运动会当中呢 刚结束英联邦运动会当中呢 受伤 没有来参加这次 汤姆斯比比赛 所以呢就是对英格兰队呢 这个整个实力呢 也打打折扣 从中国队今天的这个出场顺序来看呢 基本上是这个排出了最强的阵容 基本上呢 从中国队的这个 在准备会当中呢 也是要把这一场球呢 就是势在必得 要把这场球要拿下来 准备会计划的危险 把世界上的第一个压力 放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压力 他不看得到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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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看得到最初的阵容 3-0 在新台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队员就反映了 他这个灯啊 因为运动员经常要做动作 要抬起头来 比如特别是后掌球啊 这个扣刹的时候 觉得那个灯好像有点晃眼 那么到了东京以后 他们对这个场地 对灯光 对其他方面的这种设施 还觉得适应了 从整体来讲呢 因为这次比赛呢 这个灯光呢 没有进行就是说 像在欧洲比赛 包括就是一些 过去一些大赛当中的 一些专用灯光 而是这个使用的 就是体育馆的现有灯光 在仙台比赛当中 和到东京体育馆来以后呢 队员感觉都有一些 不是很适应 但是呢就是 这个从第一阶段情况 情况来看呢 就是总体来讲的话 这个逐渐逐渐的 就是适应了 就是说这种灯光 对这次我们看到 东京体育馆这个场馆呢 明显的比仙台要大 而且要显得更高 更空旷一些 表球 方往前 明显也是注意一长一短控制对手 阿锦 这次的汤姆斯贝的比赛呢 中国队是分在第一小组 第二小组的强队有印尼和韩国 第三小组是丹麦种子队 第四小组是马来西亚队 这四个种子队 包括刚才提到的韩国队呢 被认为是本届汤姆斯贝比赛呢 最有实力冲击冠军的球队 尽管在上届比赛当中 中国男女队都是冠军的获得者 女队呢 中国队优势更为突出和明显一些 但是男队呢 这几只球队谁战胜谁 都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也就是说实力相差无几 就看谁能够发挥的更好一些 比如说在仙台的小组比赛当中 韩国队2比0领先印度尼西亚 但是印度尼西亚硬是在后边 连班三盘 实现了一个大逆转 所以这样呢 把印度尼西亚自己留在上半区和中国队 很有可能在半决赛当中来相遇 那么韩国队今天呢 就要在晚一些时候和丹麦队 另外一个小组的种子队呢 来进行捉对的厮杀 以争取一个半决赛的一个席位 好的 一个劈杀 挑后场 控制两个底线 平抽 机会来了 好球 接着一个直线 紧接着对方的回球质量不高 到板前上方以后 把这个扑死了 林丹呢 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选手 他的打法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看 刚才这位国领队呢 在赛前也给我们介绍一些情况 他是拉掉突击 这种打法 进攻的意识强 速度快 另外在进攻里边的落点好 攻击比较凶 步伐也比较灵活 另外更难能可贵呢 是林丹在比赛当中 还是有一股这种霸气啊 我们经常说的 但是从这次赛 在仙台的小组比赛来看呢 他也丢掉过 其中的某一局 丢了一局 当然这个运动员呢 一般在比赛当中 他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都处在一个高潮期 高分期 就看能不能把这个状态 调整到 比如从现在开始第二阵的淘汰赛了 每一场比赛就是 一定要有一支球队被淘汰出局 而且是三场制胜 就不用再往下进行了 我想小组比赛 我三比零已经完胜了这种 后面两盘比赛还要打完 所以这样呢 就要求队员把这个状态呢 在这个阶段要调整到 比较加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因为这一次比赛呢 就是说时间呢 比较长 像以往呢 就是说在汤油杯当中是 八支队伍 因为这一次呢 就是说国际雨连为了推广 羽毛球这项运动 在世界当中 这个各地的开展 这一次呢 就是说增加了12支队伍 12支队伍第一阶段呢 也就是说在仙台 进行了小组这个单循环 然后就是取出小组前两名来 然后打附加赛 然后就是说进入 东京的第二阶段比赛 所以呢 这次整个比赛呢 就是说到决赛 男子汤姆斯杯呢 是七号晚上 七号决赛 所以这前后加起来 十几天时间 所以说在目前现在 就是说是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内 而且呢 要求运动员呢 就是说保持 致始至终保持 就是说这一种 最佳的这个状态 这个对羽毛球 特别是对中国羽毛球 对以来讲的话呢 也是面临的一种考验 而且呢 现在就是说 正在采用这种 21分制 每球得分制的这种 要求对精力啊 体力啊 速度各方面要求 比较高的情况下 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更是一种考验 大家看看这是1比0领先 被追成一平 二平 三平 四平 然后林南连得两分 有丢掉三分 这是他得分的这个情况 现在是11比10 现在羽毛球比赛 到了11分的时候呢 有一个暂停的时间 他的教练 中波 另外总教练李永波呢 也是坐在场边上 刚才您也介绍了 李志老 就是说这个英格兰队呢 他为了参加英联邦的运动会 可能在更重视那个比赛 因为在这种 汤姆斯贝的比赛里面 从他目前的状况 和实力来看 他要夺取冠军 甚至前四名 几乎可能性不是很大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 对中国队呢 他可能没有任何的这种 思想上的负担 对 所以反而放开 收到一波 像史密斯这个队员 我们以前对他 也不是很了解 很熟悉 现在这个比赛也打了 现在只有向上一分 您觉得是 对方的战术运用上 比较对头呢 还是林丹那个进入状态 还是跟以往一样 感觉有点慢 从前面比赛程上来看呢 还是林丹的整个状态呢 还是就是进入的比较慢 特别是他这个 一上场以后呢 就是说 以往的这种 整个场上的这种 连续的加速 这个没有明显的 就是说是打出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本身作为 就是说是 这个 英德兰队呢 对他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进入第二阶段 已经完成任务了 所以呢 在运动员 在心理上面呢 就是说 是更放得开一些 好 在这个前半场一个都会想斜线啊 这个难度应该是从技术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对 双方打成了十四比十三 这个二十一分质呢 肯定比原来的这个十五分质 换他球 从实际上来说要少一些 对 像在仙台这个夏天德 我们坐在一起看球 他也提到 他说这个确实 就是体现了原来要节省一些 但是这个呢 又要求 大家尽快的来适应 因为不允许你出现任何的这种展示 或者有一段你比低逃 对 状况不好 因为你在这个美球得分制的情况下 你就丢拳就等于丢分了 对 虽然从这个美球得分制 这个总体时间来讲的话 这个会比原来打十五分的 就是说缩短一些 但是呢 就是说对运动员 就是说是在场上 这个要求这种强度 比过去要高很多 因为就是说是始终 他要保持的 就是说是高度的 这个精力的集中 包括速度 始终就是说是要保持 所以呢 就是说是对运动员呢 就是说相对来讲 比达十五分要求 这个整体能力 要求会更高一些 我们在转播男子比赛的同时呢 也向大家来穿插介绍一下 女子队比赛进行的情况 现在张宁 在从新加坡的第一单打 李李的比赛里边 第一局是打成了二十比十八 领先的是张宁 是新加坡的李李在发球 这边双方打成了十六平 张宁在另外一个场地上 是二十一比十八 先拿下了第一局 今天中国女队排出的阵容 也很有意思 除了张宁以外 第二和第三单打 分别是蒋燕角和卢兰 两名新秀 双打却是最强的 高龄黄岁和杨维张杰文 现在史密斯反而领先一分 正守卫在后场一个 斜线的批杀 结果球打到界外 这局给人感觉 林丹打得还是比较吃力 对 从刚才几个球来看 一个是林丹 就是说是攻的 就是说质量 自己就是说失误比较多 今天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 自己就是说没有发挥出 自己就是说是 连续这种加速度的这种特长 好球 这球打得比较巧 今天已经有两个这个球了 都是利用对方发挥质量不高 直接打到正守卫的后场空档上 对 这个球非常关键 发一个小球 往前戳 看来史密斯这个球 很早有准备 判断很准确 你回戳 稍微高了一点 上前一扑 这样这局已经到了局点 现在是英格兰的史密斯 20比17领先 突然发一个后场球 以发球为例 这样丢掉一分 18比20 林南发球 好球 一个最后场的 形象的批杀 这样21比18 21比18 是英格兰选手 史密斯 先拿下第一局 我们请李小金把这局 双方发挥的这个 豪华以及林丹的问题 出在哪里呢 给大家晓得一讲 从整个第一局情况来看呢 就是林丹这场球呢 就是说是打的 这个从 首先自己失误比较多 第二个呢 就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自身 没有发挥出自己这种连续 这种 这个后场进攻完了以后 那墙往控制 或者是就是说是 对方起来以后 再进去 就是说这种 这种进攻 这种下压球 所以呢 就是说是 从他 今天的这个 整个场上 这个移动速度来看呢 就是说是 这个明显的 就是说是 从跑动来看呢 就是说 这个 不是说 非常积极 另外从史密斯 这个队员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是 我们对他不是非常了解 他的打法特点 以及就是说是 这个 这个队员呢 从世界排名来看呢 不是很高 而且呢 就是说 对他的这个 研究呢 也不是说 这个 很到位 所以呢 就是说 今天一上来以后呢 就是说林丹呢 好像就是说 没有太多的办法 来 来打他 而且呢 今天就是这个队员呢 就前面我们分析了 就是说 英格兰队来讲的话 就是进入前八 他已经完成任务了 所以这场球呢 就是队员 从新态场来讲的话 非常放松 打得非常呃 这个这个这个 比较开 我们看第二局 来看第二局有些什么变化 好的 从第一局比赛来看 英格兰的这个史弥森呢 他的发球质量 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有 包括第一局两次 这个刚开局又是一次 就是判断很准 他的发球比较高 完了直接打到这个 勾一下 推一下 到后场的空档上 对 对方根本就没有反应 所以抓好开局 你像有李永波和这个中波这样很有经验的教练 再加上你林丹本身排名是世界第一 尽管是遭遇战 可能对方对你言读得比较痛 那你对他并不来了解 但从实力 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 大赛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林丹占有明显的上风 对 因为我们最新掌握的世界 排名前十的选手 也根本就没有见到英男的这位选手 所以看看对方什么样的特点 你要把这个变化打到前面 林丹从第二局来看的 明显加强了往前 在控制和反控制 这球确实是往前的放的质量非常高 对 因为注意了往前了 当然第一局呢 基本上像这种球呢 老是向后场起 造成自己未踪 好的 我点一个靠唱 因为像欧洲 这样一间队员身材比较高大 进攻比较犀利 特别体能上也比较出处 所以你打到后场 尤其是质量在打的 回球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对方的这个攻击的力量 特点就发挥出来了 对 好球 成一个放上头顶的沙球 现在比分是6比2 这球这点半推身 所以这球林丹本能的半展 先把这球打回去 力量稍微又小了一点 这个球林丹在前半场处理上过度不够 所以这局确实在往前注意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几次造成的史密斯回球的下网 现在看来史密斯这个场地上有可能是顺风 所以几次这个球控制的我看力道不是很理性 从这个场地这两天的适应来看呢 就是有一点侧顺 史密斯这边呢是顺风 现在这局是打到8比4 林丹领先第一局林丹是18比21输掉 在另外一个场地上 现在张宁和李里的比赛 第二局是11比5 到了技术暂停的时间 是张宁领先 是张宁领先 往前搓 好的 这有点批掉 够底线 现在比分是10比5 好球 昨天一个直线的杀球 11比5 所以这一局呢 看来林丹并没有受到第一局失利的这种影响 还是稳扎稳打 另外注意了控制往前 减少失误 这样史密斯在中后上这个大力扣杀呀 这种批杀的这个特长呢 在这一局看来受到了遏制 对 从第二局 这个前11分来看呢 林丹确实就是改变了就是这个打法 特别加强了就是往前的控制和反控制 形成机会以后呢 后半场再发挥他这个大力扣杀的这个特长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比分一直领先 现在是11比5 现在是林丹发球 突然发一个后掌球 要往前 往前 这个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然后利用这个速度的变化 还是使对方在房子上出现了漏洞 卫国林丹 我觉得林丹这个打球呢 还是有一股这个火气 有一股零劲 对 另外他这个动作有时候给人感觉到变化还是比较多 这个队员呢 比较聪明 而且呢就是说场上的战术应用变化 这个转换的比较快 你像第一局呢 就是说是他 在就是说是被前半场被对方限制住以后呢 就是说他明显的就是说是知道能够马上调整 加强就是说前半场的反控制 而且呢注重就是说是这个进攻的这种节奏 不是说像以往的我这种重杀 现在来看的就是说是国外选手对他这款重杀呢 就是说线路研究的都比较透 只要他一起跳 哪个方向去跑 都 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准备 所以呢 从现在来看的 他这种进攻 不是说像一开始 我就拼命的就是说打强攻 而是就是打落点 打节奏 反而起到一定的很好笑 今天这场比赛呢 正好是在五一这个长假期间 而且国内的这个平方球啊 也刚刚是转播结束 这又迎来了汉姆斯贝和游贝贝的高水平的羽毛球大赛 所以关注的这个 鱼迷还非常多 这个有的观众留言就说呢 手机号码是139 尾数是9864的 来自胡亨号特的一位朋友说 中国羽毛球队有过辉煌的过去 也遇到过困难 相信这次出征会换卫孟之队的荣誉 林丹加油 中国队加油 必胜 还要是来自湖北京门的一位朋友呢 是尾号是1948说 林丹不再慢热 当然从今天来看第一局还是输给了最少 抱春来不再伤痛 陈金不再紧张 两个队的双打呢 两对双打的紧上天话 中国队一路高歌 抱回汤杯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向大家现场直播的是 在日本举行的 汤姆斯杯的比赛的第二阶段 四分之一的比赛 是中国队从英格兰队交后 这一届比赛已经是第24届 那么女子是第21届 是游博杯 现在这一局林丹是大比登领先 改变了战术 改变了打法 所以是对方反而是无所适从 失误增多 而且自己的特长进攻的这一板呢 在第二局明显的受到了限制 又一次出现 现在是18比9 从第二局情况来看的 史密斯的整个场上移动速度呢 也不像第一局那么快了 现在的比分是10比18 突然后台一个简历的吊球 可惜这个力道没有控制好 好球 这机车炸的多好 在可备动的情况下 它摸的过渡篮 好像飙到号上 你的移动当中 这回移质量也会下降 对 然后往前抓住机会 把这就铺成了 发小球 同一个位置 几乎是同样一个动作 但是一个是斜线的一个吊球 一个是直线的杀球 所以应该说林丹 它这个动作的一致性 还是比较好 对 有一定的隐蔽性 有一定的变化 是对方在探戴上 容易出现失误 现在是20比上 因为场地呢 高度也比较高 再一个呢 整个这个灯光呢 我们前面也介绍了 它是用体育馆的现有灯光 而且是混光的 有一些灯是白颜色的 所以就说比较相当刺眼 这样21比12 第二局林丹以比较大的优势 扳回一局 前两局呢 现在双方打成了一平 我们再请李卫国领队呢 向大家再把这一局的综述一下 从第二局来看呢 就是林丹呢 始终从场上掌握着主动 首先呢 就是说 从往前的发接发来看呢 就是说 限制住了 就是史密斯的 就是后场进攻 特别是从往前这种 重复放网和反控制来看呢 站住了一定主动 而且迫使史密斯呢 起高球 而且发挥出 他的特长 就是后场起跳 这一板球 而且在进攻当中呢 线路的变化和节奏的变化呢 比较明显 从第二局来看呢 基本上呢 也打出了林丹的 那现有水平 所以从第三局来看呢 只要就是按照这种节奏 和这个速度去打呢 应该来讲的话 那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第二局来看呢 史密斯从这个厂商的速度啊 明显的下降 也说明他的体力啊 有一定的下降 林丹从厂商的状态来看呢 是刚刚 刚刚这个状态 刚刚出来 另外一个场地是 20平时方 还是 20平时方 刚才立立打了一个好球 所以观众也在 落后一方的心理 苦劲 最后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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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边第三局的比赛开始了 21比18 那边的张盈 以同样的比分 又胜了第二局 但中国女队 在油罗杯的四分第一个比赛当中 对新加坡 是第一盘 大比分 1比0的比赛 我们再来看 林丹和 史密斯比赛 这一开局 还是不能松 刚刚一上了以后 又在拼命的 利用自己 后场的 杀球和批杀的特点 争取主动 2比0 哇 这一来回 双方的打出了 比较高质量的 这个攻防 2比1 中国男子羽毛球队 是在 82年的 汉姆斯贝的比赛当中 第一次 夺魁 当时是在决赛里边 5比4 战胜了印度尼西亚 之后呢 在 86年 88年 90年 又连续三次 获得冠军 上一届 也是在 印度西亚的亚加达 中国队 再次 捧飞 但历史上 中国队 男队已经 5次 获得了 汉姆斯贝 在这边的产力上对了一个风向的变化 还要有一个掌握 这边有点侧顺风 我们翻开这个汉姆斯贝比赛这个历史记录来看也很有意思 从1948年到49年至跨年度举行的第一届开始到现在 已经举行了23届 在这23届汉姆斯贝的比赛当中 只有三个国家获得过冠军 那就是马来西亚5次 中国5次 印度尼西亚这13次 对 这边重刹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好球 打了一个追身 这球印象速度非常好 对方准备一动喊往中间其一动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一个追身球 他这个球上的就是林丹打得非常聪明 对方就是说接完反手以后 重心马上要准备就是说接正手 接完了 上方现在打成了四平 0比2落后 2比4落后 2比5落后 1比5落后 2比5落后 2比5落后 1比5落后 3比5落後 3比4落后 3比6落后 3比5落后 就是为何公开 就是从他心态上来看呢 他是要这个不要急 不要老想就是说三下五出二就解决问题 因为对方毕竟来讲的话呢 虽然是明不见经传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呢他对林丹的求助呢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研究的非常破坏 所以要自己打的还是要耐心一些 现在我们向大家转播的 这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进行的 第24届汤姆斯杯羽毛球比赛的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比赛 中国队对英格兰队 现在的比赛呢 从第二阶段开始是采用五盘三上志 就是哪一个队连胜三盘以后呢 比赛即将结束 达到三 这是第一盘 中国队的第一弹打是林丹 他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一 他的对手是来自英格兰的史密斯安德雷 前两局双方各胜一局 21比18史密斯先上第一局 第二局是林丹21比12翻回 现在第三局林丹在几度落后的情况下 把比分现在是8比5超出 平手往前一搓 史密斯这个球也有点太狠了 这种球你一定要有一个多拍的 多回合的这种四项准备 对 因为毕竟打到前八枪 本身英格兰队也是一支老牌的强队 这是史密斯连续两次靠球失误 这是一个幸运的情况 其实两次都没有做够吧 二次 二次 现在史密斯是连锥两分 比分是10比7 对史密斯的这次 申辩猜猜员 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裁判 给予了黄牌警告 这球看来还是说 刚才这个情绪长有点影响 这个人看来是比较年轻气盛 在进攻上比较果断 比较敢于博 拼杀的比较凶 现在是11比7 到了暂停的时候 现在双方在决胜局要交换场地 从前面11分来看 就是一开始几分了 咬得比较紧 而且就是 这个 从史密斯 今天的心态来看 就是说是 这个我赢一局 赚一局 赢一分 赚一分 这种心态 而且呢 这个队员呢 就是说是 从他的技术特点来看的 还是比较细 而且呢 往前的控制 从他场上的这种节奏来看的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基本 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 林丹呢 毕竟是世界目前排名第一 而且他从第二局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以后呢 第三局 还是通过往前前半场发球抢攻 然后限制对方 然后形成就是后半场的主动以后呢 发挥出自己的后半场的进攻特点 现在来看的就是 史密斯前半场的这个往前呢 手上也不像第一局那么 控制的那么细了 从体力来看的 还是有所下降 这球林丹在发球质量差一些 对方就加快了突击的 进一发直接抢攻 好球 手腕上是假动作 好的 这块突击的时间抓得也好 实际抓得也好 好球 抬顶杀直线 应该说这个在拉掉当中突击这一拍 林丹在线路上还是 对 或者直线一会斜线 而且他的这个 动作有一定的隐蔽性 这样造成对方呢 你可能在街球之间的一瞬间 你不好判断我是打哪个方向 对 就像以前那个大家熟悉的老运动员赵建华一样 他的技术就是能力非常多数 你对手在接他的这个球的时候 你就不敢站着 不敢轻易 现在比分是13比8 这次参加汤姆斯杯比赛的 有12支男队和12支女队 12支男队有 中国 日本 马来西亚 韩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丹麦 德国 英格兰 新西兰 美国和南非 现在在另外一个场地上呢 游国杯的第二场 这是由中国年轻的选手 来自江苏的 现在是在拍队的这个蒋燕九 来迎战新加坡的第二单打 是邢爱英 邢爱英也是从江苏去的选手 17岁 魏国领队我还没有注意到 像女子应该是单双单双单吗 对 男女子是第二次还是单双 他因为是那个 有奸向 有奸向于诺言 对 对他的 像这个 邢爱英 邢爱英 等一会儿在双打当中 还有 对 第二双 因为根据与国具与联的 这个竞赛规则要求呢 就是运动员 相对来讲 如果说打奸向 他就是裁判长有权力 调整这个出场顺序 这是也是为了保证 这个比赛的这个延续性 现在在决胜局的比赛当中 比分变成了17比10 林丹现在是赚有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我们是 我师父看好的 我师父 三百元对 什么意思又提出口头警告 17比11 无论是在场地上还是在这边比较 顺便这个场地上 史密斯的失误是明显增多了 你先控制 好的 往前放一下 又一个失误 现在比分变成了19比11 现在比分是19比12 这是李永波教练和中波教练 戒内 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 第一盘 决胜局 20比12 林丹领先 发一个小球 找后场 结外 结果又一次把这打到结外 这样林丹以21比12 又胜了第三局 这样总比分是2比1 先拿下了第一盘 胜了英格兰的史密斯 这样总的比分变成了1比0 那么稍事休息 在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到现场来看看双方的第一双打的比赛情况 21 20